在何鸿燊去世的两年后 他的二房太太兰琼英 因患上癌症 在香港的养和医院去世 他终究还是走到了何鸿燊的后面 因为他要与子女们 在何鸿燊去世时 争夺属于他们的家产 事实证明 二房在兰琼英多年的苦心经营之下 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他的教导与带领下 除了四女儿 何超姨之外 其他都在傲于身居要职 可蓝琼英赢得了减钱 却赢不了未来 五个子女只生下了两个外孙女 一个孙女 连个男丁都没有诞下 反倒是让四房的梁安琪乘胜追击 生下了何鸿燊的第一个孙子 何广燊 也许在他们看来 家族事业传男不传女的时代早已过去 就算一个孙女 未来说不定也会独挑起大梁 但问题来了 何幽龙真的会让女儿和开心接手家族产业吗 答案是未知的 因为何幽龙与父亲何鸿燊不同 他除了经营好事业之外 将所有的重心与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 二房与四房本是欲望相争 可在何鸿燊去世后 两房却出乎意料地开始交好 何鸿燊未来打下来的家产 最后会花落谁家 终究是个未知数 何鸿燊的一生 有着两位明明正娶的太太 袁佩李婉华 二房蓝琼英 还有两位名义上的太太 三房陈婉珍 四房梁安琪 因为是名义上的太太 所以三房与四房 一直都处于单身状态 四个女人一台戏 他们为何鸿燊生下了17个子女 光女儿何鸿燊就有11位 儿子数量是女儿的一半 才6位 何鸿燊去世两年后 他的6个儿子现在过得如何 1.何优光 何优光出生1949年 虽然是何鸿燊的长子 但他却是赌亡6个儿子中 命运最为悲惨的那个 何优光身为何鸿燊的长子 从小就聪明机灵 他一直都被何鸿燊 当作是接班人培养 在何鸿燊心目中 他希望儿子何优光 未来能像自己的族叔 何东一样振兴家族 何鸿燊对儿子寄予厚望 但是随着原配李婉华病重后 他娶了二房蓝琼英后 他就在尽心竭力地培养何优光 奈何天不随人愿 在何优光33岁的时候 与妻子苏基不幸遭遇了车祸 两人当场身亡 当时何鸿燊一共有9个孩子 其中7个是女儿 两个是儿子 何优光去世时 二儿子何优龙才生下两年 何鸿燊心中怎么会不痛 何优光去世时 留下了两个女儿 叫何家华何家文 他一走 大房似乎就没有了往日 家人团聚的那份喜悦 何优光是何鸿燊 6个儿子中命运最为悲惨的 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 人世间美好的生活 生在了豪门 却没能享受父亲 为他带来的殊荣 也没有机会继承父亲 留下来的家产 短短33年的人生 让活着的人为他悲伤不已 尤其是他的母亲李婉华 与大姐何超英 李婉华原本就卧床不起 唯一的儿子发生了车祸 他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 李婉华甚至失去了很多记忆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缓解李婉华的痛 可以说何优光是大房的顶梁柱 他倒下了 其他的人的日子就不好过 包括他的两个女儿 只能道一句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何优光还没有来得及 接手父亲的家业 就飞来横祸 他的命运也是极为坎坷的 何优光去世已经41年了 大房一脉从当初的辉煌 变得落寞不堪 好在何优光的两个女儿争气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必他泉下有知 一定会很开心 二 何优龙 何优龙与何优光相差30岁 在何优光去世时 他才是两岁的小朋友 在何优光发生车祸后 蓝青英就带着五个子女 到加拿大定居 何优龙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大一些 以至于长大后的何优龙 与父亲何鸿燊一点都不像 他不仅有经商头脑 对待感情也十分专一 身闻蓝青英的独子 何优龙是令人羡慕的 因为他的母亲龙中虎咒多年 为他和四个姐姐争夺了 不少股份与家产 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现实中的何优龙 并不倚仗父母 甚至走他的路 与父母意愿是相违背的 何优龙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从小到大学 他一直都在加拿大读书 毕业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回到父亲身边 接手家业 而是在一家证券公司 历练了七个月 他还在网上创建了一家交易公司 后又加入一家公司 协助公司成功上市 一年后父亲何鸿燊正式 对他进行了考察 何鸿燊不像很多父亲一样 在奥于给予儿子一个高位 而是给了他一家亏损四年 员工只有十人的 新豪国际 何优龙用了三年的时间 救回了这家公司 并且这家公司 在他的管理与带领下 以39%的盈利增长 就连他的身价也翻倍增长 凭借38亿的身价 极深香港富豪版排名第31名 何鸿燊原本想将他 奥于担任高管位置 但谁知何优龙却提出 自己只想要新豪国际董事的位置 因为这是他自己一手打下来的 他不愿意拱手相让 而且他更不愿意接手奥于等公司 何鸿燊答应了儿子这一条件 他正式退出新豪国际 让何优龙担任主席兼行政总裁 他拿到了35.4%的股份 成为了公司里最大的股东 何优龙是非常有才华的 他认准了一件事 就会一直兼职做下去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打造了新豪天地 是亚洲最大的休闲娱乐项目 现在何优龙的身价 已经达到了13亿美元 他是何鸿燊六个儿子中 身价最高并且地位最稳固的一位了 何优龙在事业上稳步发展的同时 他将婚姻也经营得很好 他的妻子罗秀音 而罗秀音是维他奶 罗贵祥的孙女之一 两家算得上是前前两合了 何优龙的家庭观念很重 他一直都坚信太太 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 他对妻子罗秀音很好 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 罗秀音的身体不是很好 何优龙就表示 让妻子风度不再生了 2000年结婚到现在 夫妻俩感情很稳定 他们的女儿何开心 也有16岁了 何优龙的幸运 不仅仅是父母带来的 更是他自己经营努力得来的 3.何优企 何优企与何优龙相差12岁 整整一轮 两人相差不是很多 何优企是何鸿燊的第三个儿子 但他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位 何优企与同父异母的何优光 何优企与同父异母的 在他29岁的时候 他就与奇交离了婚 并且在奇交之前 传出过不少画边绯闻 何优企在这一点上 与父亲何鸿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长得很是帅气 个子高挑 被称为极品钻石男 18岁时 何优企就被曝光 与小女友谈起了恋爱 两人还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秀恩爱 因为年幼无知 这段初恋没多久就选择了分手 之后的何优企又与长发女友人 模特女朋友等传出不少绯闻 他在六个儿子当中 在感情这方面 是最像父亲何鸿燊的 后来何优企就与奇交结婚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在何鸿燊去世两个月后 何优企就火速于奇交离的婚 恢复了单身状态 到现在为止 何优企并没有在父亲的任何一家公司担任职务 网上几乎很少知道关于他事业的消息 也许他的感情多金 就会遮挡住他的事业 又或者他母亲陈婉珍未来的家业 说不定都会留给他 也足够他一生荣华富贵了 何鸿燊去世两年 何优企几乎很少传出绯闻 他与何优伦相比较 的确有些年轻气盛漂泊不定 四 何优邦 外界只知梁安琪生下了五个孩子 女儿何超新 何超颖 儿子何优亨 何优君 还剩下一个孩子迟迟都没有公布 直到在何鸿燊的补文中 才出现了何优邦一个名字 原来何优邦是何鸿燊与梁安琪所生的大儿子 何优邦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消息 是因为何优邦的身体原因 梁安琪说过 因为儿子何优邦的身体缘故 我与丈夫何鸿燊商量过 要给孩子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 不想他被外界过多地打扰 据悉 何优邦这么多年都在国外进行治疗 何优邦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梁安琪一直都在香港生活 想必这些年他也会携带家人去看望何优邦 每看一次心疼一次 这就是为人父母吧 五 何优邦 早在2015年 23岁的何优邦就担任了保良局的总经理 他是最为年轻的 何优邦既然能成为梁安琪的得力助手 那就证明何优邦是有实力的 又有实力又是单身富家公子 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何优邦早些年就与富家女陈可欣在一起过 梁安琪当时很看好陈可欣 虽然两人是门当户对 但相处之后才发现有些地方是不合适的 于是选择了分手 刚分手的何优邦身边不乏美女相伴 他与梁正新也传出了绯闻 梁正新是无限蜜神梁正玉的包妹 传闻终究是传闻 一切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都是可以换的 之后何优邦就和宅男女神陈颖走到了一起 据悉两人相恋不到一个月 何优亨就急着将陈颖安排在一个富士单位里面 何优亨这么做是因为 她当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所以在香港和澳门奔走 为了方便见到陈颖 这才将她安排到母亲的名下和住宅里 尽管他们有一段时间的同居生活 但两人仍旧没有走到现在 相反 何优亨现在已经回宫单身状态了 尤其是在父亲走了之后 她几乎很少传出绯闻 也许何优亨是有压力的 她不想母亲那么劳累 便将很多心思都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更别说步入婚姻殿堂了 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这段情才会延续下去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梁安琪会为儿子何优亨找一个闲内助 6.何优君 何优君不仅是梁安琪的小儿子 更是赌王何鸿燊最小的儿子 恐怕晚年何鸿燊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第一个孙子竟然是最小的儿子 快马加鞭生下来的 在何优君18岁的时候 同时考上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在两所大学中 他选择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还没有毕业 他就考上了麻省理工大学的硕士 主攻金融专业 2018年 何优君参加了最强大脑之燃烧白大脑 在进12强的时候 不知为何缘故 何优君竟然选择了退赛 也许他有自己的原因 参加完综艺节目的何优君并没有停歇 而是成立了澳门电子经济总会 并担任会长 直到现在这家俱乐部依旧存在 想来何优君是在认真做一件事 而不是玩玩而已 何优君的事业风生水起的同时 他还娶了超模西梦瑶为妻 两人求婚结婚生子 仅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可谓是很神速了 西梦瑶的肚子很争气 为何优参梁安琪生下了第一个孙子 叫做活广参 可见何优参对孙子看重了重度 何优参去世后 何优君并没有像何优起一样与妻子离婚 相反何优君与妻子西梦瑶的感情很好 两人在去年还生下了个二胎 何优君与西梦瑶结婚之后 两人会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中 相比较哥哥何优亨 他将事业都放在了娱乐圈上 和自己创立的电子竞技俱乐部上 何优君与西梦瑶结婚后 两人的口碑直线上升 去年河南暴雨的时候 他们夫妻俩还捐了一百万 父亲去世后 他与西梦瑶的感情很好 还生下了二胎 事业上他有母亲的鼎力支持与教导 未来说不定会闯下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何优参只有六个儿子 在这六个儿子中 有人命运悲惨 迎年早逝 有人忠于感情 事业爱情双丰收 有人因为身体原因 被隐匿于国外治病 何鸿燊走了之后 留下五千亿家产 留给他的妻子与后代们 他心底希望己房不要欲望相争 而是团结合作 将何家发扬光大 六个儿子六种不同的人生 或好或坏 都需要自己承担 磨难扛过去了 就会遇见一片光明 如若扛不过去 只能默默无闻过完一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